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圣言选至圣玛窦福音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 那时耶稣就开始谴责那曾看过他许多异能的诚意 因为他们没有悔改 科拉扎因你是有祸的 贝特赛达你是有祸的 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 如果行在提洛和七东 他们早已身疲苦意 头上撒灰做补熟了 但是我给你们说 在审判的日子 提洛和七东所受的惩罚 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 还有你格法翁 莫非你要高举到天上吗 将来你必要下到阴府里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 如果行在所多玛 他必会存留到今天 但是我给你们说 但是我给你们说 在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帝 所受的惩罚 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 这段圣言告诉我们 见证过耶稣的许多异能 却没有悔改 将会面临惩罚 由此可知 耶稣显奇迹的目的 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却是为了让人认识天主 悔过自行 接受天国的福音 奇迹 这个词源自拉丁文的惊讶 只令人惊奇诧异 超越自然律之运作的事件 耶稣以治病驱魔 恩病 捷径麻风病人 死人复活等行动 来显示天主的能力 和天国来临的标记 可是很多人 只保留了惊讶和钦佩 而没有追寻真相的含义 在今天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或听到 因着耶稣的名字 而显示的奇迹 因为主说过 将会与我们天天在一起 不过 值得反思的是 我们有没有因此奇迹 而开始反省自己 改善自己 并付出行动 进一步认识主 走进主呢 有时奇迹 变成了我们 记忆的碎片 有时奇迹 成为了我们信仰的全部 以至于 没有发生奇迹时 更多的疑惑 不幸 充满了我们的心 去年六月的一天 我们唐区一位姊妹的父母 发生了重感车 母亲重度昏迷 四肢骨疾 肋骨几乎全部断 多根肋骨已断裂成两结 呼吸困难 直接进入了重症监护室抢救 当我到医院 为他实行中复圣事时 依然处于婚礼状态 并且呼吸很困难 看起来的确是 奄奄一息 让人担心紧张 只能依靠天主的大能 俗话说 伤筋动骨一百天 毕竟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 我们有多大信心 能够安然面对呢 面对这么严重的状况 医生都束手无策使 他的女儿表现出惊人的信心 他全心信赖天主 服侍母亲 眼泪成了他的饮食 他完全把母亲交托在天主手里 住院近九十天时 他的母亲恢复了意识 从苏醒到坐起来 站起来 行走 在一个星期内完成 以至于医生 护士都非常惊讶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不足一百天 全部骨折处 重新恢复连接 直到今天 他的母亲健康如初 生活能够完全自理 通过这件身边的事 除了感叹天主的伟大和真实 也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有限 和在生活中对信仰的忽视 求主加强我们的信德 一心信赖他 跟随他 勇敢地活出信仰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remiumBeat.c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